現在我懷疑整個問責班子的平均學歷的水平不及監獄那麼高 還是多謝這兩位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會當成一種正職 就是說我們普遍監獄裡面的學歷是全面提升的 你一個周幸堂已經殺光了 是Campbridge 然後回來做大律師 你三眼警察或者保安局裡面有誰是樓樽劍橋畢業 是吧 大哥 是吧 你把所有香港的罪職其實就是把香港最精英的人 全部現在就是在監獄裡面 難怪你這麼害怕 在監獄裡面坐牢的全部高學歷見識 中英文語文能力水平都比你們做懲教的高 怎麼管得住呢 尤其是我們之前也提過的 例如香港語言治療師工會幾位朋友都在抓緊 都在還壓緊 其實語言治療師我所理解的 應該只有香港大學只有港大有這一科 每年是收過十幾個人 所以其實是很專業的一個專業 你現在應該教育指引政策 又說每一個學校都要做語言治療師 language therapy 但是其實每間學校 其實小學來說我看到一些數據 小學其實只能夠分到語言治療師 在學校駐一百二十日 就是你可以知道是多麼精英 多麼缺人 多麼專業的一個範疇 現在你整個工會都會被抓 然後他還不會收手 他以為自己很帥 社工要註冊 之後其他專業界別 可能大律師、會計師 這樣全部不適合的 不喜歡的 你是DQ 甚至是被抓 你結果就是 你比我們想像中 誰攬炒的誰 你自己在摧殘整個 中產社會的骨幹的時候 然後你靠李家超 你靠這個鄧炳強 你能管治得到嗎 是不是 世良你講歷史 你都知道在講文革的時候 毛澤東也有這樣的覺悟 毛澤東也知道 不可以解僱這幫救護官僚 怎麼都要留鄧小平在那裡 因為他叫黃鴻民來管 管兩個月 他把黃鴻民拿回來說 你這幫文革派 喂大哥 如果我再給你管下去的話 連我都沒有飯吃 毛澤東也知道 老毛這幫人 這幫文革派、江青 這幫廢民 就是廢到一個點 結果最後晚年都沒有辦法鬥到周恩來 讓鄧小平也保留黨籍的原因就是認輸 知道結果都要是 都要找一些實際有見識 有能力的人去處理這個國家 到最後 是不是 但是現在你找鄧炳強 李家超這對馬寶 然後林鄭 就自己 一個人一個踢 你可以管得怎樣 然後你繼續這樣搞下去 所以你香港的情況的確是 是會很惡劣 但是對於他們來說 我經常都這樣想 我會抱一個有希望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自己的處境 其實他們都覺得危機死防 他們都覺得搞不定 他們的恐懼其實是比我們多的 比我們大的 包括集中 就是我們不應該戲裡 或者為什麼會這麼事 周幸彤的抗爭 是視為大家應該是一種精神的打氣 或者振奮的作用就是這樣 你是什麼人 你以為你真實 你是一個面前 都是一個其實充滿恐懼的人 林鄭月娥、習近平、李家超、鄧永強 我們不怕啊 周幸彤這樣被拘捕 慢慢吧 你按爛那個門鐘嗎 一直直播 在facebook 你可以這樣撞這個大律師 chamber 辦公室的密碼嗎 你會暗糕嗎 是不是 這個這麼大的政府機器 就被一群全部暗糕的人 就是怎樣呢 就是好像這個 現在無線播放一個 事後李佳心那部劇 就是扮個機械人 叫做智能愛人 不是 智能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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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因為吃飯有 沒有辦法 有時候聽到一集半集而已 聽到句句對白都是尷尬癌 好難受 即是難為李佳心 輕本佳人 要拍一些這樣的狗劇 因為你想想 如果一些探討人類 與科學 或者AI 這些題材 Netflix 西方 HBO很多人都會拍 甚至這個 可能在ViuTV手上 都會拍得好些 因為別人會有訊息的 但去到無線一定是變成交劇 一定是變成胡鬧鬧氣氣的 因為整個制度本身 一個不成熟的想法 但是放在一個大台裡面 一個賭模式的製作 會迫你 這個時間你要搞定 所以20集分四組人 每天編集 編劇編5集 然後一個星期兩個星期 交到劇本出來 然後就組成在一起 然後結果 你怎麼可能可以 組成一些有深度的東西出來 結果剩下就是搞笑 但搞你不笑 要尷尬整個大台在這裡 做完所有演員 就是李佳琛 當時是好演員 美女 其實當年李佳琛是差過楊岳橋的 所以大家記得她 對她的印象很好 就是這樣 那次是因為 徒梁天琦選那次 所以大家都的印象很好 雖然留在TVB的時候 但是你其實都跟整個政府一樣 你這麼大的機器 但是你根本派給一些不成熟的政策出來 然後就逼著你一群人去玩 去演 結果就一群白癡仔在櫃檯門口按門鐘 不只是純粹 你想一下 你留意一下李家超講話 他除了講國家安全法和止暴制亂是沒有其他事情講的 你事實上你放了他上去 他就是這樣的人 去管理一個國際城市 其實基本上是一個保安員 去管一間和記的大公司 取代阿霍建靈 和記大廈的保安員 阿頭 他現在做了和記的CEO 所以這個就是文革派了 香港 你說得對嗎 文革的時候就是黃鴻 文章 春橋 四人幫 再加這個大債無犯農民陳永貴去做副總理 這個大債無犯農民陳永貴 好了 你看看1967年香港發生了什麼事 文革派斥本瑜那群人衝擊外交部 周恩來保不住這個外長陳禮 外交部由文革小組接管 然後香港發動文革 進行城市恐怖襲擊 運7000把開山刀招商局運來香港 準備大幹一場收回香港 那你說那些老幹部是不是好人呢 絕對是賤人 一樣那麼賤 周恩來就讓子彈飛一回 自己退開 然後讓你瘋 有得你瘋到一個地步 炸死清華街小姊妹之後 港英利用這個機會扭轉輿論形勢 香港全面站在港英鎮壓裡 於是軍警聯合行動出動 因為瘋到解放軍攻擊沙頭各警署 在北京紅衛兵火燒英國領事館 大公報社長費移民 當時的女兒有參與的 費明兒 有參與火燒英國代辦的 這些北京紅衛兵的行動驚動到毛澤東 於是周恩來就乘機敲毛澤東的門櫃 在他床邊跟他說 香港這樣搞下去不行的 中英關係很重要的 英國是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西方國家 毛澤東就拍桌大鬧 召這個文革派來 然後就將香港的權力 負責香港的指揮權 交回周恩來 結果六七暴動就好像 根據藍絲陳恩健在消失的檔案裡面的說法 就好像水喉突然間 12月一扭 扭式了 一個炸彈都沒有 你想想你將1967年發生的事情 想回你今天香港 文革派就是剛才你所說的鄧炳強 擺安插他們進去的管理香港的強硬派 但是這幫文革派究竟可不可以管治到香港 你只是看前海一個記者會已經是看到的 你看賀一誠的表現 和香港特區這幫垃圾的表現 香港人你如果是藍絲你看清楚 何一誠說什麼 不需要翻牆 Facebook也可以 不過罵共產黨很厲害那些就不行了 這樣 這些是人話 當然你說他都是保守 他有篩選 但是他說出來那種貼地就是人話 就不是獨黨八股 何一誠這種就是講人話 但是你看香港現在由上到下 哪一個有自己的意志 如果不是跟著大公文匯政法委 長安劍的指示去執行政治任務的話 搞612就搞 搞監獄裡面就搞 現在就搞什麼 探監組織教會 大公報宣示了 今天說你探監組織煽動裡面的人 神父說我讀聖經而已 就搞 你現在看到的我就說你覺得這個大爛局 香港人看不到嗎 每天都看到 這個政府就一直爛下去 再加上這樣的選舉制度 就再爛下去了 等額選舉 這個選舉委員會 然後每一個過去披著大律師外衣出來 看下去新光頸漂亮 戴個假髮好像英國人 或者出來穿三件頭西裝 出入這些中環的Chamber 和Hong Kong Club的Garden Lounge 和這個匯豐大班吃飯 這些湯家驊之流 你現在就看到了 一個左棍 全部退去他們這個 英式的政治外衣 全部要現出真身 於是香港人對他們更厭惡 更厭惡 就算你說 走不走 走不走可以的 留在這裡的 主動選擇留在這裡的 躺平的 你覺得可以改變他們的看法嗎 你現在審訊是他們的 其實 你把徐漢江擺上去法院的時候 其實你在審訊的就是香港人 就算香港人佔激 會不會像文革 我就說這個最大的考驗 不只是考驗支聯會的班人 周恒彤 而是在考驗香港人 你會不會因為六四去檢舉你的同事 他以前在學校教過這個六四 帶學生去過維園 這個運動很快會來 當六四支聯會被定性為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時候 接著就互相檢舉揭發 香港人的考驗就是我們會不會像大陸那些人這麼混蛋 去檢舉自己的父母 檢舉自己的同事 督學校督老師 你以為只是考驗周恬彤嗎 所以說大家要認識多些周恒彤的歷史就是這個原因 就是這個原因 看看他為什麼由一個劍橋大學的博士生 變成今天坐在監獄裡面的過程 這個是令到我們 香港人去面對這個 互相檢舉揭發的過程裡面的時候 其實是打定底的 所以我對香港人的審訊 不只是behind the bar幾個人 不是支聯會這五個人 或者加上何俊仁、李卓人 或者將來更加多的支聯會常委會被捕 因為支聯會的組織 是被控煽動顛覆叛亂 煽動顛覆國家 組織本身也是被告 那你過去做過支聯會的那些 那你過去做過支聯會常委的那些呢 是可以支聯下去的 一路 所以都當進入第二階段 運動進入第二階段文革是什麼呢 就是檢舉揭發了 現在第一階段 那我一定檢舉梁振英 一定檢舉 我一定檢舉梁振英 還有滴志遠 湯家驊、馮檢基 這麼多年來有沒有去過六四燭光晚會 甚至我認為別方應該 支聯會應該傳召到周育成上庭 我想聽一下周育成怎麼評價支聯會 是有的 最好了 如果這個審判是香港人的時候 包括建制派在內 逐個逐個傳召上庭 好像周幸彤所說 最好這場大辯論來就好 哇正啊 和權策掌啊 但是用這樣的態度去對待這場審判 我覺得最好了 你當初全香港人 包括現在的建制派在內 有多少是對這場運動的參與 那時候這場運動的參與 其實很諷刺你這個 是香港的民族主義的蘇醒來的 或者細良你經歷過 那時候你應該更加清楚 這個是香港的民族主義運動 支聯會是一個香港的民族 香港的民族主義的組織 如果不是 前幾年為什麼和本土派的論戰 會打到 他愛國愛民那句口號 為什麼會被人圍察得這麼厲害 就是中國沒有民主 香港沒有希望 這個策略上的辯論 為什麼昇華到一個 是不是中國人和香港人的辯論 就是 整件事 其實 昌昌你用一個比喻 就是 國民黨都是顛覆善動國家政權 如果將來兩岸和平統一的話 你想想 國民黨都是一樣的 其實跟支聯會都是一樣的 他們都悼念六四的 是吧 馬英九都悼念六四的 他們都是支持中國民主化的 不過他們接受兩岸現狀 還有要有一個終極和平談判 達成統一 這個新的國民黨主席 不是說要簽訂兩岸和平協議嗎 那你現在看到了 你就算說中國大陸要民主化這樣的立場 都是等於顛覆政權 結束一黨專政的意思 以前你記住 在黃光亞的 偽命題 中國 這個偽命題 他不投入去討論 他自己因為知道 討論下去的話 他糟糕 所以他說我們現在根據中國憲法 中國是實行多黨合作制 所以不存在結束一黨專政這個問題 他現在自己對號入座 他是正式在香港法院確認自己是一黨專政 所以你說結束一黨專政等於顛覆我 黃光亞那時候更聰明 對不起 你不是說我 因為我們不是在行一黨專政 你要結束一黨專政 我也不知道你說什麼 你回去自己想清楚 是這樣的 他的意思是 但是現在不是 現在他確認他是一黨專政 你結束一黨專政等於顛覆我 你每年維園燭光集會 大喊結束一黨專政 平反八九民運 建設民主中國 這些綱領就等於顛覆我 好了同一時間我就說 你spill over 你去看到就是 所有 包括在做夢的國民黨 那些深藍人士 贊成盡快統一那些 你現在看到了 統一之後他們都可以抓 他們都是屬於顛覆國家政權的 所以我就說這個就是一個 牽一法而動全身 當你否定了一個中國 支聯會教協 就是在香港裡面的統派組織 我們叫做 其實這個性質就是類似國民黨 雖然很多事情的看法 對於中國民主化和共產黨的看法不同 但是他們都確認一個中國原則 這個就是所謂泛民和理非大台 在香港的政治版圖 是確認一個中國原則 如果沒有一個中國原則 就等於本土派講 那些鄰國發生的事我們不用管了 89年的事跟我們沒有關係 那些死亡的人和烏克蘭被鎮壓 這個烏克蘭革命被鎮壓的人是一樣的 和塔利班鎮壓的上街的阿富汗人是一樣的 那些是鄰國事務 是不是 曾經有一段時間 就是本土派的看法 好了 他現在索性就是把你攬在一起 他怕你分裂 把你捆綁一個大集團 不用分了 和理非勇武派 總之全部都是共產黨的國家敵人 然後一棍拼死 他同時就是否定了統派在香港 他要你就是什麼 沒有了 以後都沒有 他是有意識的 我覺得他不是傻 他以後就是分 愛國愛港就是自己人 不是自己人 再不存在一個所謂溫和中間派 不存在 一 你要打倒昨日之我站過來 變成迪志遠、湯家驊 那我就可以灌名 幫你叫盧文端 幫你灌頂 就說你叫做泛民 一個就是副主席 一個主席都可以 或者成立一個叫組織新民主黨 當民主黨不參選的時候 我就成立新民主黨 主席 迪志遠 主席 新民黨 新民黨和新民主黨 會撞名 應該叫做真民主黨 真正的民主黨 簡稱做真主黨 又可以 真主黨 就組成香港的溫和派 合戶 都是他控制 這個就是中國式的 一黨專政下的多黨合作制 就是民主黨派 就是肺孝通啊 張白軍啊 羅龍基這些 其實全部都是被共產黨控制的 他們都是湯渣華 1號2號3號來的 就是湯渣華是肺孝通 1號2號3號來的 那你不要說肺孝通 玩過一些什麼 特別的喜好 那就不知道啊 這些 這些沒有什麼研究 沒有發現權 但是實際上你的效果就是 它現在走的就是這樣 內地一體化 好了 澳門為什麼會走得快呢 大家看到了 橫琴模式就是將來 大灣區的模式的擴大版 我覺得 所以我的理論一直都是 就是要將香港所有牙剝掉 你說這個是和2019年反送中 有沒有直接關係呢 沒有 清算支聯會和反送中 有沒有直接關係呢 沒有 大家以為國安法成立 林鄭月娥還在說 只是對付少數的這些港獨組織 那大家現在看到了 不是了 好了 她就將逐隻牙逐隻牙尖的牙剝掉它 或者她看不順眼的東西 英治時代留下公民社會的東西 全部剝掉它 剝掉它之後 她就橫琴模式 到時候你已經沒有牙老虎了 沒有牙老虎裡面 所有傳媒歸邊 那我給你Facebook是沒有問題的 那美國人就會覺得是 他的劇本就是這樣 所以我說大家不要以為 他只有鎮壓這一面 其實它是parallel universe 它平衡時空是什麼 如果橫琴模式應用在大灣區 你會怎麼看 這個是千多二千萬人的大市場 等於歐洲的一個國家 還要是那個 這個社交媒體滲透率很高 好了 只要刪除了那些 看不到城寨花生台 看不到資料館也收拾了 612什麼都收拾了 那她要監控的內容就少了很多 那她就要用結本Facebook進去 當你結本Facebook進去之後 澳門人接收到的information 和大陸人是一樣的 在橫琴 這個賀一誠的說法 不用翻牆 澳門看到的在橫琴也看到 但是她沒有說的秘密訊息是什麼 其實澳門人將會看少了 和橫琴看的人 是一樣的意思 就是 其實大家都是 譬如看到90%的 將來 再刪除20% 大家只看到Facebook上面70%的 那你說怎麼做 Suckerberg會幫你思考的 香港人想清楚 其實這就是將來的香港 我們現在在說 你從審訊支聯會 到很快會到612 接著會到這些教會 籌權組織 全個公民社會被剷 連根拔起之後 這些人被一部分逼走 一部分投獄坐牢之後 另外一部分躺平 不敢出聲了 於是她就實行橫琴模式 前海擴大版就是這樣 前海再擴大就是整個大灣區 那期限期什麼時候呢 我覺得 在2025全民會之前就會完成 就會完成 那將來呢 你說我回大灣區 可以看Facebook 是的 看到Facebook 不過是你現在看的東西的七成 何一誠只是說了黃色 色情不行 和那些反共產黨的不行 說了兩樣東西 聽不聽到你 你好 你好 是的 突然間沒了聲 突然間沒了聲 是的 可能講到最重要的就是滅聲 可能會不會有自動的監聽刪除 兩位 在下地上